今年有30名高中生獲得了 2015年度的國際愛迪生獎學金 每名獲獎者得到4萬美元的獎學金 其中4名的獲獎者是南加的華裔學生 南加愛迪生電力公司代表 日前前往2015年 國際愛迪生獎學金獲獎學生所在的高中 並且親自為學生頒發4萬美元的 獎學金支票以及獎牌 南加愛迪生電力公司 為準備進大學攻讀科學 技術 工程 和數學的30名高中應屆畢業生 提供了總共120萬元的獎學金 其中有4名獲獎的學生是華裔 他們分別為鑽石爸高中的 Athena Chen以及Michelle Liu 南巴莎迪娜高中的Irene Tan 以及核桃高中的Ted True 這些高中在完成 這些學生在完成大二的學業之後 有機會到南加愛迪生公司實習